点击上方 依然延续布罗利讲的名字 我觉得这次龙珠超 布罗利完全是为了迎合观众 剧情中不仅有布罗利 还有弗丽萨的出现 在龙珠系列中 通过龙珠迷的投票选出 布罗利和弗丽萨 是人气最高的两位反派 因此龙珠超 布罗利的票房一定不会太低 龙珠超 布罗利的出现时间 发生在龙珠超力量大会结束后的剧情 贝吉塔可以变身超级赛亚人深蓝 实力接近破坏神 弗丽萨最强大的战斗力 便是变身黄金弗丽萨的 也只有超级赛亚人蓝色的实力 孙悟空可以进入完美的自在 极异弓形态 实力远超错坏神 略强于吉连 但这种形态不稳定 在动画结局的时候 孙悟空自称无法自行进入完美 自在极异弓形态 龙珠超 布罗利中吉连是否会出现还未知 但孙悟空 贝吉塔和弗丽萨都会登场 因此在实力方面 孙悟空高于贝吉塔 高于弗丽萨 也就是说 布罗利的实力从超级赛亚人蓝色起步 这么强大的设定令人扎舌 质疑布罗利实力的话题逐渐增多 不过 鸟山明都说了 这次的布罗利是全新设定的人物 并非之前的布罗利 龙珠超 布罗利的动画情报中 贝吉塔和弗丽萨 都被布罗利狠狠地教训一顿 孙悟空不仅变身超级赛亚人 红色和超级赛亚人蓝色 而且孙悟空还暴力了 可见战斗的激励 可惜的是 仍然不是布罗利的对手 这次布罗利的实力强大无比 超越了破坏神级比 被称为恶魔赛亚人 不知孙悟空会不会变身自在吉异攻战斗呢 还是蛮期待的 好了 本期就说到这里 有不同观点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动漫内容 请大家记得关注我 大家都在看